来看到华世一郎 七零年代台湾传统戏曲是逐渐没落的 但这时候有一群大学生愿意投身北馆的学习演出 那么一起来回顾这段过去 国立传艺中心就展出了野台演派的特展 现场有不少的老照片 还有过去演出的道具 带您一块来看 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七零年代大学生 参与野台演派的过程 当年因为传统戏曲视为 职任文大教授的邱昆良老师 带着大学生向林安社子弟败事求义 学习北馆戏曲 那是我觉得台湾最好的一个起点 这些学生在邱老师的带领底下 我跟着一个庙一个庙这样演下去 我看到了知识分子 大概在台湾战后第一次这么下道的一件事 就是跟土地 这一回传艺中心特别办展 除了有照片 还有各式当年演出的服装道具 带大家回顾传承记忆 是民间自画性的那种表演 那我们看到很多都是传统兴趣 实际上不是不是喔 它那种什么戏它都会演 所以这个文化阿趣 它基本站在某个角度来讲也是 就是也可以演现代 只不过以前民间比较流行的是哪一种 比如北馆 我们的南馆 还有当年的学员也来到现场参观 记忆涌上心头 透过特展除了能感受北馆当年的辉煌 更希望大家不要忘了当年这段北馆戏曲中一段重要的历史 华日新闻林沛 张淑民 洪西宇 台北报道